覺得好像隨時上課就會好像上了主播台一樣 然後隨時也會有人 因為上面訂閱的人還蠻多的 算一下大概有七八千人以上吧 所以你放上去之後 就會有很多人期待著你的東西 那感覺很奇妙的 所以上課這種心情可能跟其他老師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其他老師什麼心情 但是我覺得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也是這樣的話 那其實也有一種快樂 那當然相對的 實質上的獲利也是一種肯定 不過那個變成一種其次了 那是一種其次的 但其實也是個數字而已 心靈上的滿足會比你物質上的 來得更重要了 OK 再來的話 其實像有些時候我反而覺得這樣是真的可以幫助到一些小朋友 因為有一些小朋友他其實想要學但是他沒有管到 這方法對他們來說是真的可以有一些幫助 所以有一些像學生他跟我要一些東西 我都會無償的提供給他沒關係 因為他可能需要幫助 但是如果上班族的話 我還是會要求他給我一些叫速修啦 OK 就像你們一樣嘛 你們來上課也是需要一些那個 那這很正常的 ok 好那這再來就等一下試試看 就是說第一個做完之後 這個一樣計算出來 邏輯上一樣嘛 回圈 判斷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可以把剛剛的改一下就出來了 對不對 制定函數 一樣插入函數裡面 裡面呢 要做出一個在全部裡面 我們這個叫做 增減體重好了 假設我們要增減體重 按確定之後只要給一個條件 就是百分比 就是要增減體重百分比 OK 按確定 就下拉 答案就出來了 兩個方法 所以第一階段 先用原來傳統的方法 第二個是跑一個VBA 第三個是制定函數 OK 這裡的話想各位可以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這部分的話怎麼做 基本上我們可以邏輯分析 4i 等於4到13 這個範圍OK 再來的話 if什麼呢 if這個條件 那5%你不能打5% 你要打0.05 對對對 因為他 在VBA裡面不支援那個百分比 他有另外額外的用途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0.05 那 兩個條件 O 那這樣最後輸出就是標準不標準 所以我們的條件在雖欄 輸出到 L欄 那你